因為那個公司還沒有目錄 那問題是他們很多產品 我要自己拍照 然後要寫他們的規格 要從中文翻成英文 然後設計那個目錄 還甚至設計網站 可是我連Photoshop都不會 完全不會 所以我的一個同事 他要教我怎麼用Photoshop 可是他同時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所以變得我就是慢慢的做Photoshop 因為你完全沒有學過這個東西 你就是當然動作比較慢啊 那老闆就罵我說我不認真啊 我怎麼不會啊什麼什麼 但是我覺得這個跟我的 我學業的背景完全沒有關係的 所以我覺得在台灣 你要進入一個行業 你一定要預備這些 跟工作沒有關係的東西 老闆才會覺得你值得Ping 我也是曾經在台灣做過那個 一個老闆的那個私人的秘書 那時候我是講我是OK的 可是我經營的工作是要做那種 瞬間翻譯的那種工作 就我來說是很大的挑戰 因為中文會嘛 可是我要在那個舞台上 在那邊就是拿Microphone 他說什麼我就 這同步翻譯這壓力很大 而且那個老闆四年 我們到新加坡 他四年早上還在背他要說的那個東西 所以我沒有什麼時間去準備 那回到台灣的時候 就是我的工作也變成說 我要跟這些人在新加坡都聯繫 然後都要回那個 用英文的訊息去 E-mail去跟他們聯絡 然後看看公司有沒有什麼機會去合作 那個之後 我要開始翻譯他的那個什麼 DM跟網站 那些東西什麼 英文的那種 可是因為是醫療的東西 那些什麼 英文的那些醫療的那個專用名詞 我看英文其實看不太懂 那看專文也更困難 所以就變成說一個東西 一個東西一個東西一個東西 就是變成說真的超滿的 越來越多越來越難 對啊 但舞陽你自己開餐廳嘛 是的 你覺得你自己當的老闆 跟你自己在當別人員工的時候 什麼都不一樣 其實這個我是可以翻譯 等一下 妳是誰 妳不知道是誰嗎 班傑 我不許你說話 我一直在 舞陽你以前當過別人的員工 是的 可是我其實現在是要比較 就是台灣的員工跟巴西的員工 那你現在有員工之後你發現 其實我發現 我非常同意就是馬廷說的話 就是台灣的員工在工作這一方面 非常的厲害 因為我們在巴西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我們在巴西開過一個中國餐廳 因為哪時候又差不多10個員工 可是你知道嗎 就是比如說 服務者洗完洗杯子的那個員工 生病不見了 那一天不來上班 那個我們就要自己下手做 可是你剛才台灣就是完全不一樣 就是所有員工非常好配合 就是而且什麼事都會做 廚房裡面的員工 中頭到尾就是會把廚房高得 乾乾淨淨的 然後外層的服務員 從點菜 送菜 做飲料 鬆餅 下午茶 甜點什麼的 都會做 這個我覺得 就是跟巴西台灣的差別 是最大的差別 是這個 一年暑假的時候 我在美國的一個酒吧 當過那個waiter 然後呢 我要拿一個托盤 去每個table賣照 但是呢 蛤 什麼 對 這什麼工作在哪裡 你們的酒醋對不對 我們酒醋小姐 在我家鄉 我不相信你現在示範 來 我現在想要喝下 然後呢 但是 要聊這種的是不是 夢多準備好 夢多聽了 夢多 我沒有想到 就那些客人醉的時候 居然會把他們的錢 什麼工作 對 然後 這不是脫衣服 我老闆說 我不可以拒絕 因為 那你會不開心嗎 可是這個解釋你的嗎 就 太尷尬 就 可能你們要手拿吧 是小費 小費啊 為什麼會不開心 對… 小費 而且如果是夢多的話 他應該很開心 因為會 夢多的話 應該可以裝得很多 對 因為你穿 你賣酒你只有穿的內褲 當然客人會誤會啊 就 就是為了讓那個女生的客戶 感覺很刺激 你真的很後急 你是一個好好先生 對 怎麼搞到那邊上班 對 你是很有計畫的一個人嗎 夢多 誰說你在那邊物色對象 不好意思 你以為他要去你店裡上班嗎 所以你的計畫去那裡上班 那只不過是 暫時的一個工作 暫時的工作 因為一個晚上 所以他的薪水很高 一個晚上可以賺 200到300美金 美金 1萬塊台幣 1萬塊台幣 我要去打掛 我要去打掛 不要看你內褲塞得下 塞不下 我跟你講 你還自己尷尬的回來 不好意思 杜力已經先去了 好吧 那我先回來好了 客人很高興 對 很高興 可是說真的 美國有時候有些公司 我們剛剛講 台灣很多公司會拗員工 其實美國有時候 那些公司也滿會拗員工 像之前 我在美國上班的時候 因為我的那個主管 是一個女生主管 然後有一天 就聽他們在那邊大叫 就說 女生廁所那個堵住了 然後都流出來這樣 很髒很臭這樣 然後你也知道說 美國的那個什麼最貴 就是那種水電工最貴 對 第一個要來叫的時候 要預約要一天一天 還愛來不來 對 還愛來不來 然後有時候都不想來 然後又不想休這樣 來了又非常貴這樣 然後據說他們打了電話以後 要一天以後 那些女生怎麼受得了 然後在場十幾個裡面 只有我一個男生 他們就說 Paul 那你既然是男生 那你可不可以去幫 你們都是只有你一個男生 那一層樓 只有我 然後呢 因為那是客服的 就專門接客服電話 所以基本上都是女生 因為他也要拿下的 所以我就穿著那一褲去修飾 沒有啦 你坐好 不要 不要 我就真的 我就拿那個吸馬桶 就是吸 我想說 幹什麼呢 怎麼會這樣 為什麼也要 就請水電工來好 來就好 為什麼還要凹我這樣 就一直吸一吸 終於被我發現 為什麼會堵住 為什麼 因為裡面塞了一大堆的衛生棉 有些可能衛生習慣不好 就直接往裡面沖一些 怎麼會往馬桶裡面是在習慣 對 我就覺得 我就無法想像 反正好不容易 終於把它 好使物把它弄出來以後 全部那個褲都這樣濕了髒了這樣 我想說應該也清一清差不多 至少可以用 我就回去跟那個女主管交代 然後就沒想到 居然交代完以後 女主管還叫我來說 Paul 不好意思 那個 我們這一群的這個女生 她都覺得 今天你如果坐在裡面的話 因為那味道太臭了 所以你可不可以 他們嫌你臭身 我說哇塞 我幫你們通 然後幫你們清那個衛生棉 雖然我還要被你們嫌臭 然後雖然只賺到了半小時的假 但是我覺得這樣自尊心完全 一個大男的自尊心完全受損 所以美國有時候 也是會亂拗你們這些員工 太可怕了 我有一次 因為我在台灣的活動公司上班 但是那個活動公司 其實他是老闆是日本人 其實日本 老闆是日本人 他是在台灣開的活動公司 然後呢 那個公司就是 就是比如說日本的藝人來台灣 就是安排行程 或就是人 比如說 哪一類的藝人 哪一類藝人 就很大把也會來 最近很多那些 就不難講了 但是就是大家知道的很大把 結衣啦 那些人 過多野結衣 沒有沒有 不是 男生的藝人比較多 女生也會來 就是大家知道 就是對啊 因為我講這個 大家知道哪一個公司 對 反正是那個時候 就是很多藝人會來 然後有一次 那個藝人 就是日本的藝人 他很澀 然後他就是在日本 滿有名的演員 然後就是那天拍得很順利 拍完的時候 晚上回家的時候 就是老闆打電話給我說 夢多 他想要去 他說好 然後問題是 老闆 那你賺到了嗎 賺到了 你一定很高興 哪有 但是你在夢多 你體驗根本就不準啊 你三分鐘 你哪有什麼舒服不舒服 對 我說 所以做兩次 沒有 不是 不是啦 沒有沒有 我的意思是 你通常想一下 如果就是 我不喜歡這種的 就也 不能拒絕啊 一個女生朋友 她在一個公司上面 她能力非常的強 因為她是在 國外的大學讀書 然後她讀的也是那種設計 所以她用電腦設計 可能網站 或是那種圖 這種東西 但是她在那個公司當一個 就是 老闆的助理 然後她 什麼雜事要做 要買咖啡 聽車 幫老闆買機票 什麼什麼 但是她 同時要做那些 幫公司 key in很多資料 設計網站 翻譯東西 都要做 通通都要做 但是最誇張的是 公司有 那個老闆有外遇 所以 但是 那個 員工 那個我的朋友 他要幫她就是 找一些 借口 騙她的 老婆 老婆有的時候會問 她現在要去國外 然後她要幫她訂機票 然後訂飯店 可能飯店兩個人 什麼什麼 就是很過分 然後 因為她的那個職位 就是一般的那種秘書 非常低的那種 她為什麼不跟老闆說 如果你不幫我加薪 我就把你買機票的東西 沒有跟妳老婆 勒索她 對 我也跟她講 你應該要求多一點 她說 她就是很有責任 她就不行啦 我要做表現好 也許我以後可以升職什麼什麼 我覺得她把事情想得 很多台灣女生都這樣子 她們都覺得 我做得好 我就可以升職 可是我覺得 永遠不會有那一天 對 不一定 她那個月零三萬 真的耶